经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至三十二节 西蒙彼得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 那门徒是大祭司认识的 他跟耶稣一起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却站在门外 大祭司所认识的那门徒出来 对康门的婢女说了一声 就带了彼得进去 那康门的婢女对彼得说 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 他说我不是 因为天气寒冷 仆人和差椅就升了烫火 站着取暖 彼得也和他们站在一起取暖 那时 大祭司查问耶稣有关他的门徒 和他的教训的事 耶稣对大祭司说 我向来对世人讲话都是公开的 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里 就是在所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教导人 暗地里我并没有讲什么 你为什么查问我呢 问问那些听过我讲话的人吧 他们知道我讲过什么 耶稣说了这些话 站在旁边的一个差椅 就打他一巴掌 说 你竟敢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耶稣对他说 如果我讲错了 你可以指证错在哪里 如果我讲对了 你为什么打我呢 亚纳仍然绑着耶稣 把他押到大祭司 该亚法那里去 西蒙彼得仍然站在火旁取暖 有人对他说 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 彼得否认说 我不是 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 就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 的亲戚说 我不是看见你 跟他在园子里吗 彼得又否认 立刻鸡就叫了 清早的时候 犹太人把耶稣 从该亚法那里 押往总督的光底 他们自己没有进到光底里去 恐怕张扰了污秽 不能吃玉月节的晚餐 于是彼拉多走到外面 见他们说 你们控告这个人什么呢 他们回答 如果这个人没有作恶 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把他带去 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 犹太人说 我们没有权去胖人死罪 这就应验了耶稣 预先说到自己 将要怎样死的那句话 今天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 还记得十七章是 耶稣作为一个大祭司 为门徒来祷告 因为耶稣知道 当约翰写到第十七章的时候 描述耶稣准备自己被钉死 所以他就为门徒来做 这个所谓大祭司的祷告 来到的第十八章的前一段 就是当时 他们就要来捉拿耶稣 耶稣的门徒 犹大 出卖耶稣 上一礼拜我们就看到 黑暗跟光明的一个角力 黑暗笼罩了这大地 就有如创世的时候的黑暗 上帝说有光就有光 而耶稣来到世上成为真光 照耀黑暗也照亮罪恶 这时候耶稣被捕了 第十八章 然后呢就来到了大祭司的面前 来审问耶稣 这一段里面充满了很大的一个张力 这黑暗跟光明的张力 这个罪与义的张力 这个公平与不公平的对立 都彰显在第八章的中间的这一段 也彰显了在耶稣所彰显的 这个英雄与懦夫的一个对比 也彰显了彼得的羞辱与悔恨的一个对比 所以这样的一个城市交替 在十八章的描述里面不断的出现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了在第十八章的十五节里面 耶稣被捕的时候 带到大祭司那里的时候 十八章十五节就说 西门彼得和另外的门徒就跟随耶稣 一直看耶稣被带去哪里 这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 这是晚上对吗 因为耶稣被捕时晚上就马上带去 十五节 晚上在犹太的这个所谓的刑罚的里面 他们是不审犯人的 但是为了要审问耶稣 晚上都开庭 他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 是一个不公义 不公平的一个审问 他就用了这样的彼得跟耶稣作为一个对比 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 彼得三次不认主 然后基就提了 不是基提三次啊 是彼得不认主三次 基就提 所以有时候我从小到大说基提三次 我说奇怪 基没有提三次 是彼得不认主三次 对吗 好你们也有这样的教导 基提三次 有没有听过 我不知道 我在以前的教会 长大的教会都这样听 所以我都奇怪 为什么基提三次 OK Anyway 是三次不认主 所以彼得的三次 对照耶稣的审问 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 在这个西螺的文化里面 当你做王 你就荣耀 当你被捕 你就是羞辱 他们的荣武的观念是很强烈的 就好像光明跟黑暗的冲突 公义不公义的冲突 公平不公平 英雄跟败寇的冲突 你英雄我就奉你为王 你是狗熊我就羞辱你 所以为什么 耶稣被钉是彻裸裸的 而且又被刀刺的 又被吐的 又被钉的 为什么 我就是要偏偏羞辱你 羞辱你到极致的一个地步 你不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那这个王为什么会被钉 你不是说你要来 攻克这个世界呢 你的国度要在三天建立 现在被捕 被审问 我就要羞辱你 我们来看 你们有没有被羞辱过 会不会很糟糕 被羞辱到极致 哇你很生气生气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还是你是一个羞辱人的人 每次去羞辱人 有没有 那不好 有没有被羞辱 其实你的羞辱 我猜应该不是很大件的事 耶稣被羞辱 被挂在十字架 这是非常极致到死 被羞辱的 你的羞辱你已经觉得很不爽了 以前我在做工的时候 我曾经都有羞辱过人 骂人 被羞辱对面很生气的时候 或者说老板骂你的时候 你也是很生气 那状况还是很小 我被羞辱的最严重的一个时候 你猜在哪里 在正道堂 我在外面从来没有这样丢过面子 我被羞辱最极致的 算了 就是在正道堂这地方 你懂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当一个人去开会 你从开会的地方赶他出会议场所 这是极大的羞辱 你明白吗 我代表正道堂开会 竟然被对方赶出来 我不是complain 对不起 我要讲这个很小心 我是说我们羞辱的心情 我只讲我自己啊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不是说你的心脏不够强 脸皮不够厚啊 你就完蛋了 你就很难服侍了 尤其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每次讲 在教会要做传道牧师的 只有两个条件里 我常常跟恩师传道分享 心脏要够强 脸皮要够厚 你就可以来做传道了 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要放下你的至尊 有pride 但是假如你很骄傲的那一类 像我这样 你的痛苦的挣扎会更大 这样的一个羞辱 竟然在耶稣的身上 比我们大很多 祂是上帝 祂是神的儿子 祂说我是 就是那一位你们跟随的 创造天地的主 竟然在这时候 第八章被羞辱 你被羞辱你是气得要死 对不对 所以那一天我从会议被赶出来 竟然长老知事 没有一个为我说话 就静悄悄给人家 叫我滚出来 我就真的滚出来 回到家 我第一个时间就打给我 战会证 老子不干了 辞职 所以你们懂吗 这是故事 不是讲你们有多坏 是讲我多软弱 记得 我在正道堂的前面九个月 我辞职了三次 这三次我都觉得被羞辱 你明白吗 这样的话你很难服事的 因为有时候人跟人的对话 我是开跑车 从38岁就开名车的 我不是说在这里骄傲 我已经习惯这样的 你叫我驾小车 我不太会驾 最近驾小车很不习惯 驾到药酸被托 你明白吗 不是我要这样 当人被宠坏了 他很难改 所以我要学习 这是人生的过程 来到这里 我就别的被羞辱 为什么 因为教会要付我 薪水是比我在外面 少很多人 我只拿教会的薪水 在外面的十分之一 然后呢 油钱还要每天填 你明白吗 比如说我早上去那里探访 回来用了多少mullage 才能够填 对普通的人 他是无所谓 不是填 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 你明白吗 所以不同的人 对羞辱有不同的定义 然后呢 我就跟张老讲 那我不要捐了三百块的油钱 你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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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 我给你帮我 别人帮我三百块帮我 这种是小到不能小的事 你明白吗 但是对个人来讲 心灵受创是很大的 我在外面 讲一句话 三万个人要听 影响一百二十千的家庭 我只要换一个 policy 我影响的人很多 我来到教会 两百个人对死一个牧师传道 哎 你明白吗 这种是一个羞辱 但是我告诉你 比起耶稣基督 是什么 所以我要学习 所以你有不同的情况 你要学习 我要学习克服 这算不了什么 假如这算得了 你很难跟随耶稣 就好像彼得这样 因为我的主要被盯 耶稣跟随 被拿去审问彼得偷偷 对不对 你看到这样的对比吗 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听太多 但是当你用到你身上的时候 你是怎样的感觉 你是为你的羞辱 被羞辱的当中 来生变吗 你是为你的羞辱当中 来报仇吗 哈 你羞辱的我 把我从会议室赶出来 好 我现在是小船道 我忍忍忍忍忍忍了 忍了五年 我坐牧修了 好 开会的时候 我赶你出去 报仇 哈哈哈哈 这是时候会到 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教会大乱 会吗 哈哈哈哈 现在我在等 这个会议 看起来是把这个人赶我走的 赶回他走 看他忍受一下被羞辱的感觉 不是的 经文不是在叫你 怎样的报仇 经文是在叫你 在面对羞辱的时候 我们怎样使神得荣耀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羞辱的当中 我们要看到 我们要看到耶稣 并且看到我们自己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羞耻被荣耀 自己的不足 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悔改 这是人生 人生的经历 我相信大家都经历了 差不多 看到的事 看到的人 看到的物 大概也是差不多了 经历的事 顺的 逆的 我看也是差不多了 但我们是怎样来面对呢 我们在承受羞辱的当中 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 十八章 你这个门徒就紧紧跟随了耶稣 耶稣就背到了大祭司那里 而这样的一个审问的开始 假如你有圣经的话 圣经的标题就直接放说 这是不义的审问 或者是公义会审问耶稣 当时要审问一个犯人 我们不要说罪人 一个犯人 他是有一个层次与过程的 他不能够直接就带到大祭司的面前 你以为大祭司假罢 没人 当你每个犯人都带到他面前审问吗 不是的 他是一个过程的 这样的过程是在圣殿的门口开始 由小祭司来盘问什么事情审问 之后才带到圣殿内由祭司 之后慢慢才带到至圣里面由大祭司来审问 这是第二个的不公 是没有犯人在晚上被审问 所有的审问都是白天的 而且是有旁听的 第三个 这样的一个审问的过程 在犹太自己的群体里面 他是不能够判死刑的 当然学者有不同的政变 有的说可以有的可以 但是我告诉你 只有罗马政权可以判死刑 他们是带有政治 跟宣判死刑的权利 而犹太的群体 大祭司是审问的过程当中 只能够把他交给罗马政府判死刑 没有自己判死刑 但是他们可以判所谓的社会公共的议题 所以政治的议题 跟死亡的议题 要交给另外的政权 所以整个耶稣的审问 就充满了一个张力 他是一个不公平 并且带你羞辱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主为我们忍受了这些不公平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彼得的时候 跟随的 彼得就紧紧地跟随了耶稣 并且看到他所跟随的主 竟然没有做别的事 竟然就默默地在他那里 并且呢 我们继续看的时候 彼得就站在门外 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些门徒 又被你对他说 就带彼得进去 然后被你说 你也不是那个人的门徒吗 彼得就第一次说 不是不是我 然后呢 天气冷 那仆人跟蔡就在那里 起那个炭火取暖 彼得站在那边取暖 然后呢 他也问 你看到了没有 彼得也否认的当中 中间就插进什么 大祭司就开始审问耶稣了 这样的一个布局 来到了后面第26节 中间是审问 26节 是有一个大祭司 普人认得彼得 削掉了耳朵的亲戚 这个人就说 你不是在院子里跟他的吗 彼得也否认 立刻记就提 所以彼得三次否认 记就提 中间插入耶稣的审美 请问这样的一个写作做法 叫做什么 你们都很熟的 当然这个是按照时间点来论述 描述 但是这样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写作做法叫什么 三明治 对不对 中间讲的是一个故事 前后讲的是一个故事 中间插另外一个故事 这样的一个写作做法 在文学的技巧上 当时叫做三明治的写法 三明治的写法有一个特色 就是两个的交叉 中间凸显中间就是耶稣的受神 他要凸显的是 当你在看到彼得都不敢承认 他觉得羞辱 他觉得羞耻 但中间画出的一个故事 是比这羞辱羞耻更大的 上帝的儿子竟然被人审问 在不公不义的情况下被审问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给我们看到 主为我们承受了不公 中间他就对这个大祭司说 我向来对世人讲话都是公开 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里 就是所有的犹太聚集的地方教导 暗地里我并没有讲什么 这是耶稣说的 你为什么查问我呢 问问那些听过我讲话的人吧 他们知道我讲什么 耶稣就告诉大祭司 你的审问是不公平的 你不应当来审问我 没有这样快跳到你这里来 大祭司的宴子被你审问 而且又是晚上 这是不公平的 当耶稣讲的 差异就一巴掌打过去 你竟敢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耶稣对他说 如果我错你可以指证错在哪里 耶稣也把这样的不义 不公平告诉当时的 作者就写下来说 这是一个不义 这是带有羞耻的 这是带有非常侮辱性的一个审判 今天主为我们死 我们在旁边跟随 他要讲的这样的故事 我们是彼得 今天当我们跟随的主被羞辱 被判定的时候 你跟随的时候当成泡沫 你不能够跟主一起做王吗 因为彼得跟随主 他想到的就是 有一天 耶稣的国度 来到世上的时候 我要跟他一起做王 破灭了 没有了 你是否愿意一起背负 融入 我们中国人每次都会想 有福同享 有难你当吗 不是 有难同当啊 不是的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 这里看到说 有福同享 有难你当 彼得来到这里 但是假如你在往后看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故事 彼得 有没有重新的认识跟随主 有吗 有 所以当耶稣被定复活 显现在彼得面前 他问了 彼得三次你爱我吗 对不对 是否再回应彼得这三次的不认识 很多学者都认为说 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三次 那一种的解释是 因为彼得三次不认识 所以耶稣问他三次 重新舍去他的信心 从融入当中 带他到另外一个层次 再没有羞辱 到最后彼得愿意为这样的一个羞辱 摆上性命 对不对 彼得是颠倒钉石之家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样的一个经文的铺陈跟故事 在十八章的这一段 就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图画 第一我们跟随的主 他顺负差遣一致一死 这样的一个顺服 他是谦卑到被羞辱极致而死 第二这样的一个跟随 也给我们看到了 这一个不公不义的审判 却遭就上帝预定的旨意 以时间 神掌管了整个历史 神掌管了整个时间 神也掌管了他整个救恩的计划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耶稣的谦卑完成了神所预定的救赎计划 只要耶稣不忍荣辱 耶稣不谦卑顺服 这样的一个旨意 就违抗了神的计划一旨意 比如当初我不忍了这口气 反脸走人 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里讲道 也可能不会做牧师 做牧师要你干扣 还要给人家羞辱 我去外面羞辱人比较好 明白吗 弟兄姊妹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习 从耶稣的荣辱当中 当这样的一个羞辱过了 荣耀就接下来 耶稣完成上帝的计划 完成神的荣耀和救赎 让我们人算不了什么 所以今天不管你在哪里 被羞辱 被不公平的对待 弟兄姊妹 我们要定进在耶稣的身上 祂所完成的 比你更大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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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杯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文 给我们看到什么是勇敢 什么是不为人 我们也看到什么是爱 我们也看到什么是胜负 在这样面对的一个过程当中 面对死亡 面对羞辱 你需要勇气的 弟兄姊妹 你没有勇气 你会逃跑的 从反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彼得就失去他的勇气了 彼得不是刚刚拿到 砍了仆人的耳朵吗 17章 而且说我彼得有练过了 因为今天我把刀给你 叫你砍我的耳朵 可能你砍不到 你把我的手臂给砍下来 彼得没有miss 彼得没有miss 一刀出锹 耳朵就 所以彼得是有练过刀的 刀法很好的 你是小小的 因为有带刀的 当时的人 就好像我们现在 枪法很好 然后转一圈放回去 这样的 我们是练枪 他是练刀的以前 所以你不要看 以前的人没有功夫 有啊 但是我要讲的是 这样的人 来到面对实况的时候 逃跑 但反观耶稣 他是勇敢面对这不公义 并且知道要死了 今天你要死了 你会勇敢吗 面对死亡 还是死亡来到你拉拉扯 差点外吸掉 外吸掉了 怎么办 吸掉了 但是我告诉你 当死亡临到你病也不病不了 我跟你讲这个故事上礼拜 我孩子接到995 他就出去 在先刚早上的时候 他就看到一个七摩多的 转弯的时候 有人就打电话来 995就出动了 他去到那边看 头跟身体拉开 头有肩膜 还有钢灰 但是头已经离开身体了 打出来了 黏在一点点 肩膀已经distorted了 有没有 把孩子看 哇 吸掉了 不能救 死亡突然间的淋到 血淋淋的 他回来告诉我 我说你有什么感觉 他说死亡随时会到 而且他死得很难看 我说你不会怕 他说不会怕 我是很伤心 站在那边 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办 他想到的地的感觉 做父母的怎么办 孩子30岁 年轻华人 早上要工作 可能跑太快 所以他就说 爹地 你要忍一忍 不要去学摩托板 因为你都懂了 我背不会骑摩托板 羞辱了几十年了 因为我不会骑 我看到佩佩 骑摩托板 姐妹 哇 被羞辱了 你懂吗 男生 不会骑摩托板 你有没有搞错 所以我一定要去 学会他 有一天骑着摩托板 然后呢 来到佩佩面前 跟他耍一耍 有没有 但是 孩子来了 告诉我 爱乱了 这不算羞辱 生命啊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 这样的一个 两个图画 有没有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勇气 跟彼得的失去勇气 耶稣的威严 面对死亡的那样的威严 跟面对死亡的害怕 彼得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他被抓 要跟耶稣一样被钉 他当然否认了 但耶稣却威严的面对死亡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知道上帝差遣 他爱我们 因此神的爱与均故 就成为他顺负上帝的差遣 以至于死 为了救你 为了救我 弟兄姊妹 让我们回顾这样的经文的时候 在群体的生活 在群体的服事当中 弟兄姊妹 我们会面对许多 听了会刺耳的生命 我们会面对许多 伤到我们玻璃心的事件 一定会有 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他常常会领导你 你在外面工作也是一样 但你在工作 你很容易就说我忍下来 因为我需要这一口饭碗 照顾我的家庭 对不对 所以即使在外面承受一些压力 我们也忍死 来到教会也一样 尤其是做长职的 因为是没有钱的 教会不会给长职 薪水只给传道牧师 对不对 所以长道牧师 强道牧师 传道牧师是要忍受 为什么 有收薪水的 我讲传道牧师了 讲太快变成强道牧师 可以吗 弟兄姊妹 尤其在教会的服事 这段经文更要帮助我们 做长职的 做传道牧师的 在接待的时候可能会受到原以行为 或者是事工上的不公平 但是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定静在上帝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祂会为我们做得更大更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风 谢谢祢 求主的话语 借着祢的祥灵 再次帮助我们 使到我们一起过群体的生活 面对彼此的时候更合一,因此你在第17章,才告诉我们重要的功课,叫我们合而为意。 之后才进入第18章,主祢面对死亡。 面对这样的一个羞辱的时候,依然因为祢爱我们, 使我们能够仅仅因着祢的爱,来面对我们在世上所面对的不公平和羞辱。 谢谢主把这样的功课藏在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